圣诞节快乐 明白就是神要成为人来到人间 就用梦跟天使来使这个事情能传达出去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约束 那在这个马太第一章18到25节之下 约束本来已经订婚跟玛利亚 但是玛利亚就从圣灵怀来运 就是上帝的灵来临到玛利亚 使他怀孕不是人 这叫做上帝的作为 借着人来身为人临到人间 这就是圣诞 然后呢 圣经说约束是一个义人 他直到玛利亚从圣灵怀来运 他就一直思想怎么办呢 是毁了这个订婚吗 那怎么能娶一个已经怀孕的人呢 然后天使又说这个怀孕是从神来的 圣经在第二十节说 约束正思想这事的时候 你可知道他不是做事很冲动的 他在想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我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个有主的侍者向他梦中显现 这个叫做约束的梦 上帝用梦来告诉约束什么呢 他说大卫的主持人约束啊 不要害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 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就起来 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还没有跟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亲爱的朋友 当你想到梦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想说 我期待上帝给我成就某些事情 对孩子们来说 哇 你假如说 请你写出来圣诞的梦 他一定写来一个很长的表 说我要个脚踏车 那我要一个新的球鞋 我要什么 写来一大堆 但是今天我要讲的 上帝给我们的梦 是双条线的 什么叫双条线呢 不是你只有向上帝表达你的期望 上帝啊 这是我的表 请你给我成全 双条线就是上帝 要借着梦向你说话 这是我特别领受的 这个圣诞节的信息 是上帝要借着梦 向你说话 为了成就他的大计划 邀请你进入这个大计划里面 来成为他大计划 实现的其中的一个角色 你愿意吗 所以让我们来想这个 上帝有什么梦要告诉你 这是第一条 是比第二条重要 第二条是我的期望 我要上帝给我成全 可以 上帝会借着你的梦 来施恩典给你 但是我们先来讲这个第一条 第一条梦 是灵界的启示 有很多方法 上帝常常会向着 我们叫做灵感 对不对 向着灵感来向你启示 是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还有借着灵感来感动你说 神怎样的爱你啊 所以上帝在你身上 需要借着灵性来跟你沟通 为这个缘故 你的平常的灵命的追求很重要 你的灵命追求跟神越接近 你就更容易去领受到上帝要给你的梦 就是他期待你演一个角色在他的大计划里面 亲爱的朋友 你要不要今年的圣诞节 有一个新的渴望 新的倾向 要让你的灵 跟你敏感地去领受上帝要给你的梦 这就是要靠着你 非常渴慕跟神亲近 来明白到底神要你这一生做什么 别说只是一个平凡的工匠 平常他做事情 可能就是造一些桌子椅子啦 一个木匠 他没有想到上帝另有一个更伟大的角色要他做 是成为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个器皿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这样只够挑战你来思想一个问题 我这一生 我相信神在我身上有计划 但我从来没有去思索 说上帝到底在我身上有什么计划呢 这一点你只要能够转方向 上帝就容易借着梦 或是借着读经 或是借着属灵的长辈朋友 来让你明白 神在你身上有什么计划 这叫做抓住神要给你的梦 而不是只有我要向神祈求的梦 我们再来说 如何发展 我能够更敏感去领受神要给我的梦呢 就是神在我身上的期待跟计划 第一 你先要有一个心智 说我这一生 假如神在我身上有计划 我很想明白那计划是什么 第二 我这一生 不是只有期望自己的梦 上帝来印证实现 而是我要去领受上帝的梦 来明白他要我参与他大计划中的什么 第三 在你期待上帝给你梦的时候 你要有很敏感的灵才能够 而且实在讲不简单又不简单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活动动态太多 静态很少 所以圣灵要启示我们的时候 打不到我们里面的灵 所以我们多半活在肉体跟魂当中 肉体就是工作啦活动啦 这也很要紧 魂就是跟人的来往啦 情感啦 人际关系啦 这些都是魂 但是灵方面就是 你要去明白上帝给你的启示 我们知道 保罗的一生 蒙召以后 他很在意 神要怎么引导他 所以在十多新章十六章谈到保罗 本来很想到亚洲先去传福音 但是呢 在梦中 他就看到有一个马其顿那边的呼声 请过来帮助我们吧 这就使他完全转的方向 从亚洲宣教 转成欧洲宣教开始 那这也是宣教历史的一个转锐点 在于保罗 有敏感的灵 愿意去聆听跟顺服 当我们愿意领受神的梦的时候 神常会感动我们 上个礼拜 我在问神 神啊 你在这个圣诞节 有没有什么你要告诉我 应该替你做的事情 我本来就很关心儿童 然后我觉得一个儿童 假如得到爱 得到上帝的爱 得到周围的爱 他的一生会何等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的宣教厂 有孤儿院 有儿童中心 做了很多儿童的事工 上个礼拜 我就问自己说 这圣诞节能够给这些 孤儿跟儿童中心的孩子们 有什么礼物吗 我就用个简讯 就问这个当地的宣教士 特别是一个孤儿院的院长 那这些孤儿院不一定都是孤儿 有单亲的 有贫穷的 差不多四五十个孩子在那里 那他感恩节刚好送了一条歌 他们唱的过来 然后我就问他 然后我就问他孩子们需要什么吗 我想为他们这个圣诞节做一个特别的礼物给他们惊喜 他说孩子们很想有一双球鞋 然后有一套制服他们出去演唱 参加礼拜的时候有制服可以穿 那我就赶快给他联络了 那为什么他们需要球鞋呢 不是毛躺更需要吗 不是夹克更需要吗 现在不是很冷吗 他说 但是他们就很梦想要有一双球鞋了 然后有一套制服了 我说好吧 看上帝怎么预备 很奇妙的 就在这个讲话才隔一天 就有一对朋友来探访我们的中心 那我就我们分享了很多事工 他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忽然就跟他分享这个事情 说在这个敏丹区 这个儿童当中呢 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做的 你假如有负担可以参与 他就马上去这个车内拿了支票 就开了一张支票 这样就印证了 我可以把这个奉献拿来 当地所说的现在的圣诞的需要 我就说赶快去 两一两孩子们的鞋的尺寸 然后看你们两样假如都给 需要多少钱 那我就说 快快哦 圣诞节快到了 不然会来不及 哇 他都不敢相信 真的 他们的梦要实现了 孩子们有球鞋 他说 没有鞋子呢 很冷 那没有鞋子就是踢球的时候 赤着脚踢的 很痛 然后冬天 是穿凉鞋的话 他们是 平常只有穿凉鞋 所以有一点冷 哇 孩子们兴奋起来了 两想两脚 今早我要来之前 他就播给我很详细的 几号的要几双 然后衣服大 中小的各几件算算 他说两样都给差不多33块美金 我说给 你就赶快去批发店 赶快定下来买 希望圣诞节之前 他能够得到 你说当我得到 这个先是有这个感动 然后有印证 然后有需要 我兴奋吗 孩子们兴奋吗 我想想说 这些孩子那一天 穿了这个鞋子 不晓得怎么跳起来 亲爱的朋友 你有一个梦吗 上帝有梦要给你 做他的 喜欢做的事 把他的爱 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 普世丰盛生命中心 做多方面的工作 宣教传福音道 未到的地方 做教育的工作 栽培大学 中学 小学 还有神学院 很重要 栽培人才 还有做慈善工作 你有一个梦 你也能成为 上帝的梦的实现者 这是非常美的 一件圣诞礼物 你可以给神 给这个世界的 先从你的周围开始 把神的爱 做宝贝的礼物 分化出去 先从你的家庭开始 因为爱 来饶事 来赦免 来包容 因为爱 来把这个福音 传出去 神会使用你 实现他的梦 我们中心会替你做 很多这一类的事情 三样事情 都要借着 大家的奉献 来实现 上帝的梦 各位好朋友 我真想祝福你 在今年的圣诞节 有一个转 转 从你自己的梦 转成上帝的梦 上帝 到底在我身上 有什么梦 一直借着各种方法 来启示我 但是我还是 无动于衷 我还是热衷于自己的梦 能够完成 那不是很可惜吗 我为什么会做宣教 上帝也等了我好几年 你知道吗 因为实在讲不简单 我不喜欢旅行的人 要去宣教道次跑 我是非常内向的人 我会讲道 站讲台式 不得以上帝 逼我出去的 不然我平常是 很少说话的人 但是上帝怎么会选我 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 我参加一个宣教大会 会中 一个寡妇 两个儿子要收成 没有人帮助 隔路 邻居就拆了 很多这个机车 机械车 来帮助他收成 那一个瞬间 神就向我说话 你若顺服 我必拆人帮助你 这是我第一次 领受的一个启示 关于宣教 第二次呢 我去罗马旅行 走啊走啊走啊 累了 坐在那个 凳膀上 抬头一看 哇 怎么 有一个天使 带着地球 然后神又说话了 我要拆你到 全世界去 传福音 你若顺服 必有冠冕 为你存留 我还是不敢领受 我怎么敢去 全世界传福音 第三次 是我去参加一个 拉特威尔的 开放以后的一个 大宣教会 有一千人 神又说话了 哎呀 我在那里一个礼拜 就哭着向神 最后说 主啊 我降福 好吧 你要怎么猜我就猜我吧 所以你看 上帝是常常用那个 特别的情况 或是自然界 或是圣经 或是听道 或是你一睡醒的时候 默想神的时候 神的感动来 你有上帝要给你的梦 亲爱的朋友 不要忽略那上头 要给你的梦 第二大点 我要跟大家讲的 神的梦 不是要成全你自己的心意 乃是要 在你的身上 成全他的心意 神的心意 永远是整个人类的救恩 整个人类都能够 回到神面前 从撒旦手中救出来 是众人类的罪 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 来得到赦免 神有一个很大的梦 要全世界的人都住在 平安和平喜乐当中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梦 他要成全一个最美的世界 但是在灵界 也有邪灵的抵挡 我们叫魔鬼 从魔鬼去到处抵挡神的计划 神就要选择一些人 这些人肯为神摆上 为神顺服 来走这一条不简单的道路 你看到吗 从过去的历史到今天 宣教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一条道路 多少人殉道而死 为了信仰 来坚持基督耶稣的福音 来受死 他们都愿意 在这圣诞节 世界各地都在欢腾庆贺 哇 你到这个商店去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孩子们所有想的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不晓得你有没有机会带领孩子们 想到那些偏僻可怜地区的人 上帝要使用你 要借着某一种的感动 来使你能够参与 他要做的事 耶稣基督他的名叫耶稣 他来为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 这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就是罪的捆绑 福音是什么 是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人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撒旦的捆绑 耶稣基督 有这个能力释放你脱离这些 我曾经也参加这个在台湾的监狱步道去参观 跟他们步道团一起进去 我在那里看到几百个这些 都是年轻的比较多 哎呀 他们或是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 反正就关在那里 这个步道团去传福音 还好他们肯让福音机构去传福音 看到效果 哎呀 我们的庄子和牧师在那里做很好的领导 从美国团队 从台湾的团队的进到那里 我看到什么 当我们呼召的时候 他们说 我愿意耶稣基督来救我脱离我的捆绑 我的罪的捆绑 我的这个监牢的捆绑 举手 我尝试受感动 流泪说 神啊 唯有你的福音 使人类有盼望脱离罪恶 今天 上帝有一个梦 要借着你 来成全 他的计划 无论你是 什么职业 都没有关系 你在你的岗位 你都可以成为一个 跟神合作的人 跟神合作的人 把神的爱 神的释放福音的大能 释放出去 再过来 当你要出现这个上帝的梦的时候 你要有什么 最要紧是什么 顺服 信心 勇气 这三个字 每一个人 得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 都有惆怅 像我也一样 我一直像神说 神啊 你叫错人 叫我去世界宣教 但是呢 上帝的话 在我脑子里 我不能 末杀掉 你若顺服 我必 差人 帮助你 哎呀 我到 今年也快 服侍主 六十年 我在想 我要不要开一个 恩典六十的 庆贺会啊 来感谢神 这六十年帮助 传扬福音 看到福音的效果 看到多少人因为 跟神合作 顺服神 而来做出 他本来 想不到的事 亲爱的朋友 神有一个梦 要在你身上实现 有一次我去带领聚会 会后我通常 受圣灵的感动 我说 是不是应该护照 虽然我没有 有神预备 当然当我有那个感动的时候 我就会呼召说 什么人今天往上 神感动你 愿意将你的生命奉献给神 请走到前面 通常都会有 然后他们出来都会跪下 然后甚至都是在那里流泪 祷告 那是圣灵的灵 感动人的时候 人自然就会反映出来 觉得自己不配 在神面前 神啊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有机会来服侍你 来跟你同工 那一天晚有两个人 特别来跟我谈 他是否跟我们的机构 可以做些什么 那昨天我又见了 其中的一个 他本来现在也是在这个 职业上很高的 做一个很好的工作 但是他说神感动他 从几年前他就一直想说 神啊我要为你做有意义的事 我不是只有上班就好 我要做有意义的事 所以那天神就感动他 说他是否来帮助我们的宣教机构 所以我昨天就在跟他谈 他说他这个目标是很坚定 神感动他要做有意义的事 跟神的国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他就跟我谈啊 很好我就很高兴 我相信将来他会被神所用 昨天我跟他分享的时候 我说我约你今天来是前 前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神让我看见 你将来会做一个很有力量的 意向分享者 会做一个有能力的讲道者 从你这个本来在这个研究室的工作 把你带到一个面对世界群众的工作 来使用你 他眼泪流下来 他跟我一起看到 当我们愿意跟神走这个顺服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伟大的梦要实现 但愿意跟神走这个顺服的顺服的顺服 愿意跟神走这个顺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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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服 不要只有做梦 不要只要领受梦 不要只要想说实现你自己很多人生的期望 让神成就 最后我鼓励你 神也会成就你的梦 注意一个 比较属于上帝的那一种梦 神啊 我希望我的家 全家能够归向你 主啊 我相信借着我 上帝可以用我把你的爱传达出去 这个梦 神也会帮你实现 但是第一个梦 剩下第二个梦 第一个梦就是让神的梦实现 然后你可以告诉神你有什么梦 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我会做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跪下敬拜 第二个动作站起来领受圣灵 第三个动作 为我的主女们制服 我常常问我自己 我假如主要一个为主女的祷告是什么 每一次都是一样的 神啊 你保守我每一个主女主孙 都连结在你上面 我不求你 特别让他们成功大赚钱或大成就 我要求你 使他们每一个连结在你身上 因为离了你一切的成就都是空的 离了你世上的一切的都是浮云 都是如草如花的 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圣诞的一个期望 是今天你能领受上帝给你的梦 然后顺服信心勇气来走下去 第二 你可以把你的梦告诉神 神啊 我今天有这个梦 希望我们的家能够团结 希望这个世界有和平 希望我到的地方能够把你福音的大能传讲出去 你可以有你的梦 祝福你 神的梦来到你 你的梦也达到神 祝你圣诞节成为上帝的器皿跟广道 把他的爱传达出去 我们一起祷告 神来感谢你 你是爱我们的神 我们相信你来到世界 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而且与我们同在 一生与我们同在 这个应许我们就抓住了 我们就领受了 主啊 感谢你圣灵感动我们 我们不但要常常向你提出我们的梦 我们更要领受你给我们的梦 我们才能够成为上帝合作的器皿 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家 祝福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国家跟这个世界 在这个非常没有平安的时候 主啊 求你将你所带来的平安赐给我们 从我们自己与人的关系 从我们家的和平 从社会国家 主啊 生下来 把你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使上帝和平 平安的信息 真是能临到这个世界 临到我们的家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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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